嗨,我是宝可猫,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继续跟大家聊聊第六届的信用卡观众票选 这次的主题是你喜欢的是权益自选的卡片 还是权益固定的卡片呢? 赶快来看看大家投票的心得吧 这次的投票基本资讯总共有529个人参与投票 男女比例大概是各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一下我们左手边的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观众资料 你喜欢的是哪一种的回馈模式固定VS自选 我们的票选结果出炉了 赶快来看一下 答案很明显 大概有71.6%的人喜欢的是权益固定 还有28%的人是喜欢权益自选 我们现在当然就先来看看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权益固定这一块 时间宝贵,人生苦短,费心费力的浪费大家时间 图的是让你错过 但你抢到了你也忽略了身边重要的人 蛮诚恳的 习惯一种消费模式就可以一直无脑刷 而不用去想方案或者是没有用到方案 优惠就没了 多张组合的方式呢大于一卡多用 一卡多用只会让我减少使用 多张卡片以我的消费方式来做组合 好过被银行限制住一卡多用的消费模式 里面未必都是符合自己的需求 权益固定才比较好记啦 现在信用卡活动太多了 有些还要上网登录才有加码 没切换到优惠又变少 对消费者来说呢 越简单越好用 习惯使用无脑不用多想 但真正的玩家是哪个方案能回馈最多我就使用 即使Cube卡的规则麻烦 但能拿高高额回馈都会心动 无脑刷卡很优秀 不会因为转错权益或者是忘记转换权益 而拿到气死人的折扣 这个气死人的折扣就0.3% 非常的差 非常讨厌权益自选的卡片 例如Cube卡 虽然切换对方案回馈不错 但是切来换去真的很不好用 而且你还要提心吊胆回头去查 当时的切换到底有没有效 这类的文章常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信用卡这东西应该是要消费者跟银行互利 银行赚店家的钱 部分回馈给消费者造成一个良性循环 而现在这种自选的卡片 却让使用者使用起来绑手绑脚的 真的是看不懂权益自选卡片的存在意义为何 这也是我到现在还不愿意办这种类型卡片的原因 刷卡是要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不是更复杂 切换权益是在考验人的智慧 太麻烦了 使用方面不会忘了切换 也不会搞错权益 要收集一堆使用方式 刷卡当下还要查 要确认半天 虽然说懂卡的人都一叠卡 很清楚现在要哪张卡片最划算 但对于我这种小户而言 无脑刷才是最方便的 想用哪张卡已经够麻烦呢 还想要这张卡片的哪个回馈模式 就觉得超麻烦 虽然目前只有一张卡 但我觉得在指定通路时 用指定卡片 比较符合个人习惯 当然也会去看网路上怎么分析 哪张卡在哪个通路优惠最高 要不是宝大整理出来 其他三张的切换活动连听都没听过 最主要就是刷卡得这么烧脑 真的是想哭 请固定型就好 不小心就会忘记要转换 原本细细计算的回馈可能就没了 所以权益固定型比较适合我 不喜欢一直转换 半年改一次权益都觉得好快 所以更不喜欢要主动确认方案的 这样购物钱都好忙 有时候只是随心逛一下还要特别确认会不会刷错 感觉好累 银行搞自选型回馈就是不够大方 表面上让各种消费类型的客户都有机会拿到回馈 既然要给都纳入指定通路 不要让客户烦恼到底要选什么 以上就是大家对于权益自选型 不喜欢的原因 因为他们觉得太烧脑了 实在是不好用 像早期这张Linebank快点卡 它推出来的时候就只有两种方案权益 你要在平日使用或在假日使用 切换之后才有回馈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回馈很烂 所以这一点也让大家在刷卡的时候 要再三登陆APP去做确认 其实是很麻烦 现在的话 这个Cube卡就是玩这种权益切换的佼佼者 很多人都会忘记切换 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不小心 就是切错 或者是忘记切 原本的刷卡回馈就只剩到0.3% 你就会气到垂心肝这样子 这张卡片就非常的考验人性 像我有时候都会刷错 我更况是一半云云大众 所以这种卡片 为什么大家会不喜欢的原因 就是显而易见 接下来大家喜欢的是 权益自选型的卡片 可以接受 如果优惠多 就会有动力转来转去 但手边还是要有 我固定方案的其他卡片来cover 像我的话 就是HSBC的旅人卡 来作为我的主力卡 那Cube卡来当作是备用卡 两箱搭配呢 拿来换礼成就非常的划算 Cube自选权益每天都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 给我们很多弹性选择的空间 虽然会怕选错或当天需要两种只能取舍其一 但动动脑后那个回馈还是很可观的 针对每天的消费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 比针对只在某些固定消费通路才有回馈来说 选择性更多更自由 个人蛮习惯这种回馈模式的 从我第一张信用卡台新太阳卡的自由选 就开始使用了 觉得各取所需的方式 也可以有效的吸引不同的客群 个人认为只希望无脑刷使用的人 其实不太好 因为那也代表不想努力为自己的理财负责 真的不要怕太麻烦 买东西的时候我会稍微思考一下 比如在全年该用什么卡片 在家乐福该用什么卡片 谢谢宝可梦提供这样的方式 让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一卡用到底 Cube卡做到有广泛的回馈通路 全部集中在一张卡 可以减少卡片管理的麻烦程度 却又可以有多张卡的回馈能力 Cube卡真的是神卡之一 很好用 小数点能折抵刷卡费用必须入带 我觉得Linebank的卡 这种方式很有趣 可以想参加什么活动就换内容 非常新奇 可以因应当日的消费形态 来切换比较高的回馈 对于用卡者比较友善 这种模式也比较能够培养对卡片的忠诚度 因为常常有加码的活动 固定领券也会定期去APP里面 看有什么券没有领到 如果有商店加码的话 也会特别使用国泰Cube卡 平时消费虽然有固定模式 但一年内总会有一些需要采购的需求 同一张卡能有不同权益方向去选择 使用上感觉是便利亲切 之前都用固定式的 然后回馈越来越差 如果可以权益自选 但是回馈不会变差 我宁可这样 像我手上的这些卡片 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有风大悟卡 还有赵峰BT21卡 然后还有联邦截恶卡 其实这些卡片 它的权益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固定卡片的权益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可能会凝凝缩水 大户最高有8%回馈 你可以刷个12000 但是慢慢就变成多少 只能够刷6000块之类的 这是它的缺点 我相信大家如果想要一张卡片 无脑使用 还是会选择这种卡片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这两种卡片就是互相搭配使用 然后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样是最简单的 希望今天的这集节目 能够让这些发卡银行 能够有所省思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消费者喜欢的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持续分享 观众票选的结果 也别忘了锁定我们的频道 下面也有我们相关的资讯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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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